大叔穿越回小学三年级 用四十多岁的智商上小学 瞬间碾压全校当上年级第一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潮中的一个故事 七十 男主老周呢是个简破烂的大叔 原本呢他也上过学 头脑也还算聪明 可惜自己没有好好珍惜 偏偏这腿也不争气 干不了活 只能露宿街头睡在天脚底下 失忆的老周整天怨天尤人 他愤愤地将一颗石子踢飞 谁知这颗石头像是有什么魔力 老周一瞬间头疼欲裂 等他醒来的时候啊 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小学三年级 难道这是老天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时老师突然把他叫起来 问他一年有了多少天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不会 但老周还是装模作样的想了想 然后才告诉老师正确答案 就这样 老周凭借四十岁的经验和智商上起了小学 在学校啊成功当上了学霸 很快呢他考上了名牌大学 在大学也是风云学长级别的人物 还交到了美丽温柔的女朋友 毕业后 他和女朋友都进了一家大公司 几年后老周已经节节高升成了经理 而女友却还在公司远地踏步 老周开始嫌弃女友 很快他看上了公司的女高管小美 害怕女友妨碍她的好事 她还直接冷血地把女友给吵了 而且她为人毫不讲情面 为节省退休金 将还差一个月就退休的大爷爷给吵了 很快啊老周就和小美 一起收到了上次的好消息 在二人间将会产生一名新的CEO 小美跟老周说她的心愿就是能嫁给老周 做不做CEO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 所以她没打算和老周争 一番话听得老周心里美滋滋的 就在她信心满满的等待好消息的时候 上司却宣布新CEO是小美 原来小美表面上说不会和她争 背地里却一直在勾引上司 小美一上任就炒掉了老周 老周气得直接跑出公司 指着老天破口大骂对她的不公 这个过程中她再次踢到了一颗石子 一瞬间她又回到了小学三年级 她决定这次抛开一切私人感情 用尽一切手段 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前面的步骤和之前一样很快顺利度过 来到了她和小美被通知 即将升职为CEO的时候 她将小美和上司的事拍了下来 老周知道后十分生气 直接将上司和小美都开了 而老周成功当上了CEO 但她因为冷血的做事风格 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几年之后她平步青云 坐上了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位置 成为了亚洲富豪前十 也算是功成名就 人们虽然表面上奉承怕 背地里却经常对她指指点点 在闷家欢乐的新年里 看着路上的行人都有家人朋友陪伴 老周突然感到十分的孤独与寂寞 她溜达着就遇见了当年的女友 女友已经嫁给了一个好老公 怀有身孕 她早就放下了对老周的惩戒 只希望一家人开心健康就行 之后老周又遇见了被她开除的大爷 大爷也早就放下心中的得失 自己一把年纪了 做点小生意也挺开心的 临走还送给她一包自制的盘果 看着被自己开除的两人 老周在心里开始反思 他们虽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却过得十分自在快活 自己虽然在事业上那么成功 可为什么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 一时间她似乎明白了许多 这时她看到路边又出现一颗石子 于是试探着上前踢了一下 再醒来的时候 她已经变回了那个捡破烂的老周 周围的大爷说 她已经昏睡了一天一夜 看来之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不过现在的老周已经看开了 名利地位哪里比开心重要 就在她起身的时候却发现 自己的口袋里正放着大爷赠送给她的糖果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自己真是在名利场走过一趟的人 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名利和地位是很多人穷极一生所追逐的 但相比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人生 名利地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